网络温度计最权威的数据分析专家 一去再去的呢 在揭晓排行榜之前 今年有两个重要展览资讯提供给您 首先15月份 齐美博物馆将展出超级国际大展 从拉斐尔到范谷 英国国家一郎珍藏展 这是英国国家一郎200年来首度抵台展出 展览中也将可以看到 拉斐尔 范谷 林布兰等人的真机 另外一个重要展览是高美馆 得月将从英国泰德现代美术馆 引进35位重量级艺术家作品 包含毕卡索 安迪沃和 大卫沃克尼等人 难得将20世纪的重点艺术家 集结在一起 接着为您揭晓 全台十大博物馆排行榜 透过网络温度计Daddy View 根据Keeper大数据关键引擎 运行分析系统 从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0月26号 调查全台湾最夯的博物馆是哪时间呢 第十名国立台湾博物馆 网络声量为7935 1908年成立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前身是台湾总督府明镇部物产陈列馆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 建筑样式为文艺复兴时期 古希腊多利客室 在充满都市感的台北闹区 看见这一座充满文艺气息的华丽宫殿 仿佛进入了梦幻的平行世界 国立台湾博物馆内的古生物馆区 还有这几年很受到亲子欢迎的恐龙展 一进入展区就可以看到一大尊的恐龙化石 恐龙逼真的血盆大口 让你一秒就穿越到远古时代 第九名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9314 位于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不只周边有许多吸引人的美食 博物馆本身也有许多网路知名的打卡景点 像是曾风靡圈台的IG打卡魔幻术 就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装置艺术之一 不只这些景点超好拍 馆内收藏当然也让人嘖嘖称奇 二楼展览区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 直接将渔船搬进室内 栩栩如生的人像 加上详细的台湾历史 将早期生活样态细腻传神展示出来 让游客深历其境 是对台湾历史有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朝圣的博物馆之一哦 第八名新北势力英哥陶瓷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9820 提到英哥你会想到什么呢 老街陶瓷还是阿婆寿司 当然也不能忘记 新北势力英哥陶瓷博物馆 除了可以认识陶艺作品外 还可以细水玩沙 如果想来个新北一日游 英哥真的是特色首选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陶瓷博物馆票价相当划算 全票只要80元佛性价格 同时只要是涉及新北市的民众 以及就读各级学校学生都可以免费入场 因此是许多人假日出门走走散心的好选择 第七名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10310 坐落于金瓜石的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 是全国第一座以生态博物馆为理念的博物馆 将在地自然生态 矿业遗址 景观风貌 历史记忆 以及人文资产完整保存 虽然从1897年停止采矿 但仍留下不少坑道 锁道 建物等遗迹 如果想要知道黄金是怎么制造而成的 觉得不能错过一楼特展式的炼金术特展 运用丰富物理以及化学知识 看似平凡无奇的矿石提炼出贵重黄金 有图文介绍搭配多媒体影音技术 揭开当年点石沉浸的秘密 第六名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18695 这几年去基隆多了一些新选择 说到庙口吃吃喝喝 海洋科技博物馆也是许多人的首选 海客馆主要分为三个展区 分别是区域探索馆 主题馆和特展厅 以及IMAX3D海洋剧场 其中主题馆是北部火力发电厂旧址 在馆场内还可以看到发电厂的痕迹 是不是听起来就超级酷呢 海客馆展览相当多元 包含季风气候 海洋生态 港口等 非常适合亲子一同学习 了解台湾的海洋特色 馆内可以动手体验的项目也很多 仔细看可以逛一整天 第五名为奇美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2078 说到台湾建筑设计最接近欧洲的地方 奇美博物馆一定榜上有名 大片的绿地加上白色欧式建筑 以及奥林帕斯桥上许多雄伟的众神石像 奇美博物馆当初是一开馆及造成轰动 除了外观 奇美博物馆内部也相当富丽堂皇 动物厅 兵器厅与罗丹厅的馆藏更是超级丰富 曾经创下半年内超过80万人次的造访记录 第四名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29347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简称科工馆 看似声音的名称 让许多人对这里的想象 就是一堆雕塑或是钢筋水泥 不过其实科工馆不只占地广阔 每一个展馆也都各有特色 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再生能源的知识 体验动力与机械的力量 另外航台相关科学也能在科工馆接触到 特别的是在科工馆四楼还可以搭乘电池小火车 这是科工馆的特别设施 带着小孩前往能够创造难得的回忆 第三名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4896 屏东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成立于2000年 以35.81公顷的广大面积 成为全台最大的水族馆 更是台湾唯一一座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 馆内共有四大主题展区 包含了台湾水域馆 珊瑚王国馆 世界水域馆和经典馆 在这里能够看见各式各样的海洋生态 同时也有许多相关知识可以增广见闻 桌有大型水族箱 海底隧道营造出梦幻的氛围外 场馆外有绝美的海景 同时更有夜宿海生馆 为企鹅等额外付费套装行程 拍美照之余还能透过有趣的体验 学习海洋知识 第二名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网路声量为83357 自然科学博物馆简称科博馆 是大人小孩都爱去的台中地标之一 馆内展示区分为六大区块 包括太空剧场、科学中心、生命科学厅 地球环境厅、人类文化厅与植物园 除了这六大展区之外 科博馆内还设有921地震教育园区 凤凰谷鸟园与车龙部断层保存园区等户外园区 丰富的教育资源与生活化的科学体验 能够寓教娱乐总是吸引许多人前往朝圣 第一名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网路声量为138912 贯仓阳明国际的故宫是国内外旅客必访景点 管区分为北院与南院 除了长设展区极为丰富之外 家喻户晓的翠玉白菜与肉形石 也定期在南北院区轮流展出 更持续推出专题特展 希望带给大众不同观展感受 来到故宫除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珍宝 2020年也增设儿童学艺中心与导览大厅 里头不只有丰富有趣的儿童教具 还可以一堵亚洲最大的文物数位互动墙 另外更有饶富互动区位的书画多媒体室 以及专为小朋友所设计的儿童语音导览 适合全家大小一同参观 以上是2024年最新的 全台十大超夯博物馆排名 你去过哪几个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 每周星期一上架最新网络十大调查排行榜 想要掌握网络最新动脉实施趋势 请支持订阅网络温度计 Daily View Podcast 掌握最新大数据网络趋势 再见